腾心艺术的朋友们大家好 马上又要到年关了 今天有机会坐在这里 我先介绍 这是青年钢琴演奏家张浩诚 我是陈丹青 我们为什么会坐在这呢 我很有幸在2017年和今年 听了两场张浩诚的现场钢琴演奏 大家可能也知道 我非常热爱古典音乐 所以当我去听的时候 我会有这么一个想法 会那么好吗 因为现在满天下有才华的青年钢琴家太多了 大家最熟悉的当然是朗朗和李莹迪 还有其他几位 我都听过 那天他一上来弹的是舒曼的童年组曲 这是大家熟悉的曲目 我大概听过十几个版本 而且都是欧美最重要的演奏家 我非常愿意说版本是我听过最好的 这是一个谈烂调的东西 非常难谈的 非常难把握分寸 但是我非常惊讶他怎么会做到 这样子我们这两年就有很多沟通的机会 我从他身上听到很多有趣的见解 所以今天有机会在这儿我们俩有一个对谈 因为您刚刚说的也就是让我觉得特别害羞 因为我是从小 大概十四十五岁 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 我就是带着您的退步机 那个时候 对 大概十四五十五岁的时候 我就记得我在演出的过程当中 包括上学的时候就一直翻着看 对 当时当时跟我很大的一些启发 对 而且不仅是您的一些观点吧 我觉得更多是里面某一种真实性 这个在当时的我对于我成长的 在国内成长 因为才来美国第一年 那是哪年 2005年 对 这种真实性的一种个人的东西 我是之前没有见过的 所以我就是某种程度上您的很多的一些态度 我觉得是对我影响非常大 对 当然是后来通过这个通过了解您之后 再了解了比如说木星等等 可是我不会谈紧 一个音都不会谈 我们来谈音乐 我今天想谈一个话题 就是我非常希望你会介入这个话题 因为你直接你的演奏生涯 就是跟这个话题有关 就是所谓古典音乐在今天的一个 说重一点是个命运吧 说实在一点 就是在今天这个现状 因为你看80年代初我就到纽约去 很孤单 很想中国 然后很迷茫 那个时候能让我度过每一天的在那儿画画 就是纽约的三个古典音乐台 有三个古典音乐广播台 那这对我来说刚从中国出去 是非常非常奢侈的 此前我在中国在70年代多少听过一些古典音乐 也是很有限的 但是忽然一下子音乐的耳界也打开了 但是呢 我目击了这个古典音乐台一个一个消失 在90年代变成两个 然后到了新世纪再回去就变成一个 然后现在可能那一个都没有了 因为全部跑到网络上去了 那如果在网络上应该更好 从传播角度来说 但是我弟弟也是个发烧友 他告诉我 他说一个美国的流行曲会有上亿的点击量 以美国的人口西方的人口来算 非常非常高 可是他说如果有一个巴洛克的曲子 或者相对冷一点的曲子 他会过了几年去点击 还是零点击 没有人去点击 这是一个情况 还有一个情况呢 又是怎么说 以我目击 就至少在纽约在波士顿 在费城在欧美主要的城市里面 古典音乐会又从来没有断过 所以我就是个听众 一个发烧友 你是一个演奏者 而且世界各地 你每年都在演奏 蛮有意思的 因为你说到一个 其实是一个在我看来分众的问题 因为在网上其实大多数人 还是你年轻人居多 当然老一辈的人也无可避免的 卷入这个网络的这个一个平台 但是还是年轻人比较多 但是在音乐会现场 当你看到观众的时候 欧美在这一点上差不多 就是你放眼望去 基本上都是中老年人 这个和国内的情况很不一样 然后呢 音乐会完之后排队签售的时候 你看排队那一场场队的 蛮有意思的 在欧美都是老年人 日本呢是中年人 中老年人 也有年轻人 这个比较暧昧一点 但是因为他们接触古典音乐早 那一辈来 他们也是从年轻那一辈听的 所以差不多六七十年代到现在 也就差不多到中老年了 那国内就还是年轻人比较多 当然有中老年人基本上是家长 这样的一个做一个身份群 所以这个群体的不同 其实是蛮显而易见的 更有意思的是 如果你在美国 比如说在费城 我出生的 我这个读书的地方 如果有年轻人的话 基本上全是亚裔 亚裔很少看到白人的年轻人 来听你的 对 有的时候可以看到印度裔 但是都基本以东亚为主 不是来听我的了 他来听任何人 任何 对 都是差不多这样子 为什么都是一些老年人 因为他们从 大概四五十年代 也是做过年轻一代 听过来的 所以一直保留这个习惯 而且他们多数是学过乐器的 那个时候很有意思 以前我都想象不到会有这种场景 是我在Curtis 我的美国的学校 读书一个老师告诉我 在纽约的时候 大概六十年代的时候 大家是捧着谱子去听古典音乐 对 就真的是学习 那现在在一些国家 有的时候我在国内 甚至我会看到有人拿着谱子来听 对 真的是抱着学习的态度 但那个时候这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在欧美 对 拿着谱子 我也不知道灯光那么暗 他们怎么看得清楚 对 但是在美国 比如说 原来大家都接触乐器 不仅是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可以从文化上去讲它 但是 其实是 它是一个蛮制度性的问题 就是在美国那个时候的基础教育的小学高中 我们有 他们有一个arts class 有一个艺术课堂 所以那个时候有艺术课堂的时候 每个人都要学一门乐器 那你有了乐器再去接触古典音乐 就变成一个顺利成长的事情 对 我很难想象 除了真的 一群就是对至今很有好奇和追求的人 这类人一定在了 但是它毕竟是少数人 对大多数的听众来讲 在没有任何的 所谓一个渠道的基础下 它会对古典音乐 有一个持续性的关注 因为古典音乐毕竟它是一个蛮 它是一个提供复杂听觉信息的一个载体 所以说对于学过音乐的 学过乐器的人 是完全进入起来容易很多 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我觉得 显而易见会有那么多人 因为有一个庞大的一个青铜群 一个家长群 比青铜群更关键的是这个家长群 对 但是其实在那个年代的西方也是一样的 人家说家里 其实跟我们现在很像 就是人手要有一部钢琴 你说那个时候是什么 那个时候大概五六十年代的战后 就是战后那一个婴儿潮差不多的 甚至战前也是 但因为那个时候 我觉得原因很复杂很多了 但是我能想到一个 首先进入我脑海是移民 大多数有东欧的 东欧的 犹太的移民 对 但是后来这个情况当然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人口的改变等等文化的改变 你交往的这些美国的同行上一辈 他们会不会关切这个问题 平常会聊 或者他们没那么在意 就是还是去演去 我觉得这个关切其实是一直都有关切 而且报纸美媒 就是美国媒体有一直有写这些古典音乐的一个 一个变迁 变迁 而且相比之下 他们会拿中国来举例子 怎么举例子 就比如说 当时我记得纽约时报一个 一篇文章 标题是在古典音乐的 在西方成名 但是成名的这些人越来越多来自东方 所以是大概这样一个标题 而且这是一个完全不夸张的事实 在我们现在美国的各大院校 钢琴和小提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基本上你进取课堂 亚洲人百分之七八十 你看现在美国的大团 基本上亚洲人占太多的比例 我们曾经以前开过一个玩笑 说进到我们那个学校 Curtis 因为它是个很精英的学校 大概全钢琴系大概只有20个人 就等于一个老师的班都放在中国 或者别的学校都不会那么少 但是那20个人里面大概17个人是亚裔 当然有包括美国的亚裔或者加拿大的亚裔 所以我们说一眼望下去 跟中文音乐学院附中有什么区别 但这个可能一方面因为关切的是关切 但是时间太久了 已经麻木掉了 已经不觉得只是一个 好像这注定就会发生的 有一次我和一个美国的一个 我的一个小提琴同学在聊 然后我当时就说 我说好像古典音乐以后最大的市场 会在中国 当时好几年前了 我当时提这个问题的时候 还有点看看它是什么反应 试探性的 但是他的回答是 of course 那当然了 好像这是他一直都知道的一个事情 所以这样的变迁 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它其实是一个好事情 对于我来讲 当然对于为什么他们会在西方摔腿 是一个值得深思的东西 但是本身我指的是非西方的这么一类 可以在搞西方艺术的时候 慢慢的 就是西方艺术可以在非西方的国家 慢慢的活跃起来 发展起来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因为我们以前都说 都是古典音乐是跨越国界的 都说它是一个全球性的语言 但实际上这句话 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它只是说说而已 我们其实在实践的过程当中 基本上 都还是西方人在做西方人自己的事情 当然不仅是对于西方 我觉得对于东方都是一样的 那你什么时候看到一个美国人 会去唱昆曲 那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们现在觉得好像不可想象 所以其实 我觉得如果我们以相同的角度去想 其实一堆东方人去搞 西方引以为傲的 根据于西方精神的一些东西 其实应该是不可思议的 但它叉叉现在发生了 发生了 对我觉得其实是一个 具有某种里程碑是意义的一个东西 你已经带出了我那个话题的 其实是最真实的一个现象 就是从亚洲来说中国来说 我们越来越多的人跑到欧美 像你这样成为欧美被关注的一个重要的钢琴家 从他们的一面来说 我觉得倒是一件真实的事情 就是20世纪 尤其二战以后这种传播交通 古典音乐真的cover全世界 cover全世界 而且主要的是开始向东走 起先是到东欧19世纪是到东欧 俄罗斯东欧什么出现大量的作曲家钢琴家 然后到20世纪 尤其二战以后开始往亚洲走 所以这个过程是我们看见的 我们看见的 但现在到了一个节点 什么节点 就是你刚才说的 就是你问的那个人 你试探性的问他 你未来最好的市场在中国 他说yes 我最惊讶的是 差不多10年前我在罗马 在街头吃饭 结果我隔壁有个老头子就问我从哪来 我说我从北京来 他第一句话就说 他说中国现在拯救欧洲 China safe European 我说你怎么这么说 他说你们的经济 你们的技术 你们的business 整个都在欧洲就靠你们了 我就非常惊讶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谁 他是老一代大师的电影导演 弗里尼的首席摄影师 弗里尼最重要的电影 几乎都是他长肌 他会说这个话 然后不久我就在美国听到了 我甚至看到了文章 好像亚洲拯救古典音乐 中国拯救古典音乐 这个过程我也都看到 因为我82年去的时候 我也经常上林肯中心 你在一个乐队里面会 如果你发现两三张东方面孔 一定是韩国人和日本人 可是到90年代就开始增加了 如果有七八张脸齐头 其中十分之七是中国人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你看像在我看来你是好几代钢琴人下来 我们小时候最厉害的是刘诗坤 这个音程中什么的代人 但到你们这一代 就这么小就出去了 然后立刻进入演奏 然后巡回 而且能回国 把你的演奏带回来 据我知道你每年都会在中国演奏 对 就这种双向的在三五十年前 是不可想象的 不可想象 所以我喜欢这个过程 就是我总是说是时差 时差就是 二十世纪的亚洲人 热爱西方艺术的 他是在做十九世纪的事情 这个时差特别让我感兴趣 你想Hollywood那个时代 或者任何苏俄演奏家的时代 那时候还没有中国人的事情 而且他是活在一个钢琴盛世 差不多 鲁宾斯坦开始一路过来 一直到现在 就八九十年代 我们知道的所有钢琴大师 他们还是在一个相对来说 非常西方中心化的时代 现在不是这样 一定不是这样 我想 对 但我当时你的演奏让我惊讶的就是 你这么年轻 但是却是我听到 你看我多少收藏一些CD 当然最最 popular的类似 类似阿吉克尼埃子也有 Danny Bourbon 然后Mary Pryor 然后还有其他一些人 当时索科罗夫还没出现 我觉得你都比他们弹得好 都比他们弹得好 因为我是反复听他们的 还有那个日本人叫什么 吴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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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初听吴吉他 我非常惊讶 就是一个日本人能够弹得这么细腻 这么struggle在这个音乐里面 但是当我听了你的以后 我觉得You can cover them 我当然希望这是你的才能 但是另一面我相信 就是一代一代他会怎么说 就是你的起点会比 每一代起点 其实都比上一代要高 当然如果他有才能 他就真的能够能够 就找到新的可能性 在技术上的起点 可能可以这么去说 当然就是审美上 当然比如说我也很喜欢听老录音 那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复制 那个比如说黑教唱片 刚出来的时候的一种 怎么说呢 当然他的一个录音的一个真实性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他毕竟不像我们现在的唱片 你听得出那种气质 对 但是有那种气质 这个是丢不了的 而且是一种蛮有情怀的 蛮有人文情怀的 有温度的一种东西 这个东西其实反而在五六十年代之后 大家有一个理性主义 然后对于乐谱的一种过于忠诚 反正整个一个审美思想是改变了的 所以我倒不太能够说 从审美上 它一定存在着一个进步 因为这个东西比如说你之前也提过了 就艺术它也不是 但是从技术上可能是这样的 但是我更感兴趣的是一个翻译的问题 就是当然我是套用一个文学上的一个书语字在说它 都会认为说 一个人弹好贝多芬一定要回德语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站得住脚的一个观点 因为德语的某种语法它的一种逻辑 它表达包括德语的某种歌唱性等等 它确实是根植在德国音乐的精髓里面 所以就说OK你不要说中国人了 但是你作为一个欧洲人 如果你不会德语 那你肯定 台北多芬就 德标西可能也是一样的 你要学会法语 或者你要在法国生活 所以可想而知 就是当年有一批东方的钢琴家 或者就是古典音乐演奏家 在西方开始进入西方的时候 评论会对他们以某种奥手的态度 但是这个态度 当然的是在那个年代 现在已经遍地都是非西方的音乐演奏家 所以我就会去想一个翻译的问题 就是是否这个一个德国的东西 可以给东方的人翻译出来 因为我以前还蛮喜欢读诗歌的 然后觉得说好多东西没办法 它就是语言的东西 它就是丢掉了 它翻译到一个别的国家之后 我记得那个时候读普鲁斯特 也不会法文 当然有英文读 觉得跟法文应该还算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觉得一时留那个感觉特别着迷 后来去看中文的一本件是一塌糊涂 什么感觉都没有 所以音乐是不是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我相信当时很多一些保守观念的人 他们提出这样的一种间接 它是否真的具有一个 音乐是不是真的一个跨领域的语言 是一个不存在翻译的语言 我觉得我们可能现在在谈的这个现象 恰恰面临着解答这么一个观念 绘画也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一件作品出来以后 其实它开始自己的命运 不要说这个作者 就这个作者的国家和这个作者的国家的所有文化 都无法预料 这件作品在穿越时间以后 谁在听它 谁在看它 只要有人在听 有人在看 这件作品一直在变化 这个我非常同意 你很难说No只有这样做这个作品才是对的 音乐是特别怎么说 在这个问题上会引发争论的 但问题是你今天去找一个德国人 一个非常老派的德国人 来听一首东方人谈的贝多芬 他未必都会说No这个不是贝多芬 你相信吗 两种情况都有 对 但是我确实有确实是有一些比较保守的一些人 他们会说我在我 我其实是一个很其实是一个蛮普遍的 保守是很可贵的一个力量 他一定想留住什么 对是他要保而守之 他一定有他的道理 这个张力非常好 如果有保守的人 我倒觉得今天保守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 国典音乐本身就是一个保守的这么一个力量 这个是更大的问题 永远可以谈下去的 但你刚才说的这个我真的是 三十个以上空前绝后的大事 所以我放了十几个在我的节目里面 可是我在这么做的时候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是个中国人 其实我是个中国人 而五六百年前这些意大利人画这些壁画的时候 以当时的世界隔绝的情况 他们只知道是画给佛罗伦萨人看的 当时意大利都没有出现 意大利共和国还没有 让西安娜的人画给西安娜看 然后弗拉拉的人画给弗拉拉看 然后到了19世纪20世纪 他们这些画成为全欧洲的画 然后等到印刷传媒出现以后 这些变成全世界的画 全世界的画 你今天这个旅游 就有点像音乐会 当然欧洲人非常多在教堂里面 但是我会看韩国人中国人日本人越来越多 他们愿意去看那个画 所以我想这幅画并不知道 画本身不知道 就像那个曲子不知道一样 他真的可以活很久 然后去看他听他的人 在他诞生之初他根本了不到的 这个时候你说只有说德语才能看这个画 只有说意大利语 而且是北部意大利语 才能看懂谁的话 这就没有意义 我是觉得古典音乐 它就是和比如说别的音乐 流行音乐民俗音乐等等 它很不一样的一点 就谈到这个 你刚刚说的这个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有作品概念的一种音乐 其实你很难说爵士乐 或者说甚至是流行乐 会有一个作品概念 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流行的电视节目 就是什么好歌声或者怎么样 会把以前的歌拿来改编 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歌手 他说这首著名的王菲的歌 改编都无所谓的 流行音乐的人也会改变古典音乐的作品 但古典音乐的人不会有任何意见 因为他知道这是另外一个范畴的事 不管古典音乐的事 但是在古典音乐这个情境 这个范畴里面 如果做这样的事情 那个简直就是非道德的了 这个是古典音乐的一个蛮值得 就是它的一个很不同的一个地方 它有一个作品概念 这个作品概念其实是在贝多芬之后有的 我曾经读到一个英国一个学者说 他说了一句话我觉得非常典型 他说巴赫无意谱写作品 就是以我们今天对于作品的一种概念 他不说阿赫没有谱写作品 他说无意谱写作品 其实在某种程度上 在巴赫之后 哪怕甚至到莫拉特 其实没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作品的概念 而把它作为一种实存的 不可摆动的权威的 或者唯一的这么一种成型的东西 是在贝多芬以后逐渐形成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就是你刚刚说保守的人 他一定要留住什么 某种程度上他觉得 一部作品是有着一定的唯一性的 他一定得是那个样子 很多人说在我心中 当然这个唯一性又经过了 演奏不同学派的一种沉淀 他赋予了这个作品的一种具体的唯一 他是应该怎么样 但无论如何最终归结到 就是它是一个永恒的一个东西 并且它只关乎于作曲家本身 但是我的一个想法一直都是 我觉得它恰恰不是唯一的 它是多元 并且它不是一个被制作的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深层的概念 就是一部作品 它其实就像你刚刚说的 在一个历史长期当中 它可以变成各种各样的样子 我觉得这种深层的概念 是我认同的 所以我一直想 就是面对一些 觉得贝多芬必须要是这个样子的 我一直的一个回应就是 如果三百年之后 就是大家还这么谈贝多芬 一模一样 我说那古典乐活该死掉 因为它没有任何自我更生能力 所以我觉得作品 古典乐对于我来讲 它的一个魅力恰恰是 脱开某种唯一的一种作品概念 而我们可以看到二次创作 它不断地被演绎 而激发出完全不同的一种观点也好 立场也好 美学也好 对 浩晨说得真好 你提到两个概念 就是 沐昕非常在乎 就是他说从贝多芬开始 你的说法是他有作品意识 沐昕的说法就有艺术家意识 他很有名的那句话 就是亲王过去有 现在有将来还会有 贝多芬只有一个 此前真的还没这个概念 然后就像你说的 你很难想象我们去 重新改编一个贝多芬或者小邦的东西 他是独一的 就是他 就是那一组音符 必须在那 但另一面你又谈到 就是你不能想象再过三百年 大家还像今天这样在谈贝多芬 我现在刚刚有个例子 就是90年代 艾成曾经推荐我 就是贝多芬所有四重奏的CD 他都听了很多版本 他说今年我最开心的事情 我找到了捷克的塔里合约团 他拉得太好了 他说因为当时捷克是社会主义国家 他不在西方市场里面 所以他这些人拉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没有观众来 就他们几个人 跟哥们在享受 然后做了那么一个录音 而且包装也很简陋的 然后听了以后就 我真的是非常震撼 非常干脆 非常硬 同时当然又非常有张力 结果就在两天前 我弄到了 就人送给我一个 他说你说塔里合好 他看了我写音乐的书 我给你另外一个版本 是匈牙利的 也是同样全版 贝多芬四重奏 那我拿回来赶紧就对 因为我听得太熟了 师傅完全不一样 给我的那个人说 这个比塔里合还要好 我不能接受 我不能接受 我还要听 但问题是我在我 就一个听众的身上 会对这两个版本 会有会有这种 这种struggle 到底哪个好 我知道一切都是偏见和偏爱 但仅仅我一个人身上 对这两个版本会有这个 你就说明 古典音乐有多大的空间 可以去做 太多太多空间 我记得我在 我在那本书里写到 就为了贝多芬的第二十七之一 就是月光奏鸣曲之前的那一个 我特别喜欢 可是我在纽约找了十个版本 我现在只愿意听 Aro那个版本 对啊 所以有一天 我很想听你谈 第二十七之一 我不知道你 还有一个二十四 我也非常喜欢 所以这里面是一个 可以无穷管下去 听下去的 是一个空间 我想是有的 对 因为它也存在一个 我觉得本身是一个成长 或者一种理解的一个过程 就是 我的经验是 而且我相信 对大多数人来讲 大家都会对第一个版本 接触到一个曲子 第一个版本 最爱 但是也许 夏立情况不会发生 但也许它发生 就是你在之后 碰到另外一个版本 让你觉得你背叛了 你第一个最爱的版本 有有有 我都有过这种经验 是的 那我觉得某种程度上 一种 一种成长 或者一种 世界的一种打开 就非常奇妙的发生了 我最好奇的事情就是 你怎么听你自己 你那天一个人在那被灯照的 在那演奏 你怎么判断你自己的演奏 这很难说 它可能是各种因素的综合 总体来讲 我记得曾经有一个钢琴家 小时候跟他上课 他说 你有两个耳朵在干不同的事情 第一个耳朵是即时性的 他在享受音乐本身 正在弹 然后第二个耳朵是批判性的 你每弹一个音 你其实都在 都在给自己下一个论断 如果这几个音不好 下面该怎么样把它 把它弥补过去 所以你都在做一个 即时的两个 有点像矛盾的事情 打架的事情 但是它必须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但我通常不喜欢听自己的录音 而且我相信大多数音乐家 应该都不太喜欢听自己的录音 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视差的问题 我不知道对于画家 或者是一个作家 比如说是怎么样 因为但其实你是在 你在画的时候 你已经看到了 而且你说无论怎么样 你都是一个主观的 一个自己都不能丢掉 但是某种程度上 你可以达到某种客观性 我觉得 或者一个作家 在写作一篇文章 他反复地去看 但是你在演奏的时候 是不可能的 而你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录音的时候 它总会有这种视差存在 因为我记得以前有人 举过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就是当影像第一次出来的时候 就是大家拿到照片的时候 所有人都会不适应 但这不适应 恰恰有意思就在于 不是以前大家没看到过自己的脸 因为以前有镜子存在 镜子前当然有自画像 当然你可以说那个 不一定完全真实 但每天你照了镜子 你是看到你自己的长什么样子 所以照片上拍一个特写 应该不至于让你觉得 我是长这个样子 但是没有一个人会很习惯 我觉得演奏家可能 当然他牵扯到很多技术性的东西 比如说我确实觉得这一句 没弹好 我确实觉得 我有很多客观的理由 但是在这个理由背后 我觉得即便你这场演出 你觉得弹得非常完美 你打开自己的录像听 你还是会有至少前面几秒钟 你一定是不习惯的 你在一个踏距的角度 在审视一个 你在当时的现场 是全身心投入的一个状态 你目前能听到你最早的演奏 是你几岁的演奏 离今年有多远 五岁吧 五岁 你听过没有 我听过 然后你还不舒服吗 没有不舒服 对 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 你还是太年轻 哪天你五十岁了 听你2017年我听你那一场 你会非常惊讶 说我怎么弹得这么好 你相信不相信 时间很重要 你如果听十年前的演奏 你觉得你还会不舒服吗 也要看 也要看情况 我觉得当 我看我自己小的时候 我完全把自己变成了 好像是一个 还是另外一个人 那这个人 你跟他有种亲密的关系 但是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对时间会让事情变成这样 太近了是受不了的 尤其你刚演过 你在听 你肯定不适应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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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你 你如果看自己的话 是不是 不一样 你一边讲 我就在想这个事 我复看自己的话 我复读自己已经写出来的东西 嗯 我不会不舒服 我会就是另一个耳朵很有作用 就是眼睛也是这样的 一个在享受 一个在在在在在就错 嗯 这也不对 那也不对 呃 除非隔了三十年再看 那另外一回事情 嗯 他变成另外一个人 嗯 我变成他者 嗯 嗯 但是音乐总是有点不一样 嗯 因为就像你说的画面和稿子 它是一目了然的 嗯 音乐是你要从一个音 一个音听过去的 嗯 它是一个时间过程 嗯 所以很可惜我不是音乐家 我我我无法来 我会很好奇这件事情 嗯 嗯 一个是好奇 读作者怎么听到自己的 就你另一个耳朵在判断自己 和享受自己 还有就是交响乐团 嗯 我相信交响乐团里头 任何一个人在他的位置上听 整个交响乐 和我们在台下听 又是不一样的 但没有人告诉我这个经验 嗯 这个很确实是 非常不一样 交响乐其实是更复杂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东西 因为你的你的位置的摆放 嗯 很多时候我们 我在底下听 一个交响乐 嗯 和 你看视频 嗯 嗯 嗯 是完全不一样的 因为交响乐牵扯到一个 Balance 一个平衡 对对 平衡最好的永远其实是在录音 里面 就是 因为录音的话筒 对对对 离每个乐器都摆得很 很近 嗯 嗯 那 呃 有的时候对于存在的 配器问题的作品来讲 嗯 比如说 呃 玄乐声簿很容易压过木管声簿 嗯 等等 或者铜管太响 嗯 啊 这种问题在录音里面不太能够存存在 嗯 所以我觉得 回到一个独奏来讲 其实呃 不像乐团那么明显 但是他也也存在这这么一个问题 嗯 呃 就是为什么我觉得像YouTube吧 包括像所有的视频网站 他的出现 其实改变了整个一个聆听音乐的一种方式 呃 因为以前大家 我当然某种程度上CD也是的 嗯 但是我觉得视频 可能更加是这样子 呃就是 呃 你你他和现场特别不一样 嗯 有的时候你在 呃 现场听一场音乐会 你觉得这个人听到我完全听不清楚 速度太快了 嗯 呃 但是在视频里面刚刚好 因为他话筒离得近 嗯 啊 嗯 所以我我觉得 呃 因为你说到一个我怎么听自己 其实我想的是相反的 我想的是观众怎么听我 因为我每当走上台的时候 我都知道 没有所谓真正的完美 他总是 我们之前知道 对 彼此不知道的事情 对对对 就是肯定 我知道肯定会有 呃 肯定会有音乐厅里面的一部分人 嗯 在那里想 这谈了什么东西 因为听 因为音响的问题 嗯 整个速度都会改变 呃 一个清清晰度会改变 这个问题在以前不存在 因为其实古典音乐是写给 类似这样房间的 嗯 你在这里谈的是 这才是他最天然的一个一个一个土壤 嗯 沙龙也好 还是以前贵族的听也好 后来 当然从独作家开始 乐团开始 商业化开始 那突然变成应该是两两千个人听的 嗯 那索性就像流行音乐那么容易 转过麦什么都完了 但是我们又拒绝那样做 嗯 所以其实都是在做一个冒险的事情 因为很多东西 它是不适合放在那个厅里面的 呃 所以为什么现在大家突然开始觉得 有一股呃意识 就是特别在西方开始就是我们要见 小一点的音乐厅 比较适合室内乐的 嗯 或者怎么样就要分类了 交行乐归交行乐 那回到一开始他的原来的场合里头 哎 对的 嗯 其实我们其实也一直在考虑这个问题 嗯 就作为演奏家 嗯 有的时候 我倒其实没有太想过我怎么听自己 因为这个东西已经已经存在了 呃 而我相信和所有的呃 音乐家一样我们都是 其实在每每每次在音乐会呃 音乐厅里事情都会在想哎 大概坐在最后一排的观众是听到 会听到什么呃 坐在近一点的观众会听到什么 嗯 嗯 很有意思的 会会让自己认识的人在在台下走 这这又跟呃 这又走向另一个问题了就是呃 我画的画你弹的音乐都属于其实是呃 手工业时代的东西 嗯 而且实际上在 我们说的古典时代是都带有一点服务性的 嗯 嗯嗯 嗯 嗯 就我们这一行里面和你这一行有很多东西真的非常要考虑 嗯 你拿出去的时候是给谁看和他在什么情况下看 嗯 局部的第九集正好讲到曼泰娜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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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顶化 他为一个公爵的婚礼房化 嗯 然后天顶上有天空和小天使 嗯 他得变形到你眼睛看上去在六米七米高的一个空间 嗯 正好 嗯 但是你把它就这么拿在手里看他的形是错的 嗯 但在眼睛距离下正好 嗯 这个跟音乐传递到后排和第一排的 嗯 当然不是两个是两回事了 但是我第一次听到你在弹奏的时候你也要考虑听众 嗯 这很有意思 我反正我对音乐的态度是他他必须是呃通过演奏被完成 然后但是他问题他的就是tricky的一个点就在于他他他的完成是有无数种结果的 因为每个人做的角度不一样那对谁完成是怎么才算完成 是是是是是 所以呃但但很多人可能不会去这么去想因为呃 大家觉得就像我之前说的作品概念呃作品已经在贝多芬写下最后一个音的时候就完成了 嗯 我们只不过去英文叫present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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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们可能都会去考虑到观众,但某种程度上,我们又得学会不去太在乎这些东西。 是,艺术学院永远要把握这个,你看一年一年过去总有人在算账,明年2020年是贝多芬诞生250周年, 我上几周刚刚从维也纳回来,我是为穆辛美术馆借摩扎特和贝多芬的一些手稿文物来展览, 然后我又知道到了明年,2020年也是舒曼190年诞成,然后是马勒诞成110周年, 这个好像照西方的说法是25年这算一个周期,所以舒曼和马勒的还不是一个重要的节点,时间节点。 肯定原来没有贝多芬的。 当然贝多芬是他们的祖师爷,因为我刚才很在乎你说的,到贝多芬手上就是作品的绝对性出来了。 这是我的作品,因为他手稿上说必须如此。 所以我想知道此前,比方说海顿,莫扎特,尤其巴赫那个时代,他们作曲是怎么回事? 你说的,你刚才说到他无意普举。 巴赫。 那个是一个英国学者的他的一个观念,不过那个观念很显然,他说出之后就很受争议。 大家一直在去试图去反驳他,或者是赞同他。 但是,巴赫对于作品的态度肯定和贝多芬是很不一样的。 好几个方面吧。 功能也不一样。 功能也不一样。 他那个英国学者在说巴胡一谱写作品的时候,后面还有一句,如果硬要说那是作品,那也是上帝的作品。 对,很多时候就是教堂的现作,然后现卖,就在直接,那是很实用的,拿到教堂去用。 然后有些作品甚至可以算是他的某种练习。 当然个人性上的一种意识,那当然是没有的。 这个和贝多芬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同。 另外,从这个作曲本身的一个态度上面,在巴洛克时代,包括到古典乐派,贝多芬之前, 腹子上拥有的余地是很大的。 他巴洛克都会各种各样的加巴洛克式的一些装饰音,巴洛也不会写出来。 那更不用说贝多芬会写的那些所谓的这个我们叫articulation,就连段的一种语气符号啊,包括力度符号,更没有了。 我记得很有一个有意思的例子,就是巴洛克的《哥德堡》编奏曲。 我想旋律很多发烧友都知道,不用讲了,是《哥德堡》的第一句。 但其实那个第二和第四个音是个装饰音,然后德国有个钢琴大师肯普夫,他有一次录,他就没有弹那个装饰音。 所以他就变成了,唱起来是,那么像儿歌一样,或者像流行歌一样。 当时我们听都觉得特别好笑,都笑出声来了。 但其实那也没错啊,因为很多时候他的装饰音如何加,加与不加, 他都是一个非常演奏家来做的决定的事情。 当然只不过在《哥德堡》那个例子上,大家都按照一种特病装饰音这样去弹。 另外一个例子我想到的是莫泽尔,莫泽尔在很多他的钢琴协奏曲里面。 华彩我们不用去讲了,就是莫达特几乎很少去为他的钢琴协奏曲谱写华彩。 因为很显然意见,在那个时代,华彩被认为是演奏家应该做的事情。 演奏家是应该参与到这个创作过程当中的。 但是莫达特为少数钢琴协奏曲,当然写过华彩。 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华彩,大家还是会谈莫达特写的。 但是如果你觉得说,我还是想写一个自己的华彩。 可能会受到一些争论,但是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争论。 相比于贝多芬,我很难想象。 我听到过好几个现场,莫达特钢琴协奏曲,华彩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因为很多程度上莫达特大多数协奏曲不写华彩的,就演奏了自己写。 贝多芬,你很难想象,贝多芬自己我写的华彩,他都写了华彩。 你如果说我不谈他的华彩,我谈自己写的,那简直就被好像像亵渎神明一样。 因为从贝多芬开始,我们对华彩的观念就是, 它已经是作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是我要说的还不是华彩这个例子,因为这个例子太显然了。 有个更暧昧的很多小细节的例子是, 在作品的非华彩的部分,有的时候莫达特都不会写出整句话。 他会把每一个小节只写开头的那个骨干音, 后面的音都让演奏者自己去加。 当然加的这个方式,因为都要基于某个威尔拉古典乐派的一种审美。 所以它的其实的音形的可能性不是很多, 不是说你随便想怎么加都可以。 但是这个确实是要演奏者自己去考虑的, 做出自己的一个创作吧,可以说。 所以很显然意见,在莫达特和贝多芬这里, 他们对作品的概念从这些细节看出来很不一样。 当然这些不一样都没有影响我们对于莫达特和贝多芬在作品概念这个意义上的不同。 我觉得这个恰恰有意思,就是莫达特的作品不因为这些细节上的留白被我们看成是缺少神圣性的。 他依然是神圣的。 我觉得这个现象特别的有意思。 从头到尾还是莫达特。 但你这么一说,我现在要去分辨了。 我可能没有能力分辨, 因为至少他的钢琴协作曲听得很熟了。 我现在想知道哪些部分是后面人加上去的。 这个就是要。 有可能吗? 当然,后面人加的东西很多。 包括怎么加,怎么样好听,这些都蛮有讲究。 但过去我全部听成是莫达特了。 从第一个音乐到结束。 但是你这么认为是很正常。 但是对于我刚说的这些事情, 对于学古典音乐的人,演奏者来讲, 大家都知道这些事情。 但是有意思就是大家会依然认为莫达特的作品, 在作品的唯一性和神圣性上, 权威性上面和贝多芬是一样的。 起码没有这样一个概念的差别。 我觉得这个蛮有意思。 其实说明贝多芬之后的那个作品概念的渗透力之广, 它不仅cover了贝多芬已降的所有的创作, 它甚至cover到了以前的整个古典音乐史, 整个古典音乐创作。 所以这个蛮有意思的。 大家会这么想吧, 我觉得有几点原因。 第一点, 莫达特没写的音不去管它, 写的各个音都是神圣的, 不可改动的。 第二点, 那些小细节不影响大结构, 因为这些没写的音和写的音相比, 都算是琐碎性的细节了。 第三点, 某种程度上大家会觉得你加没写的那些音如何加, 其实是不是莫达特的, 但是是古典乐派的审美的神圣性。 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因为无论怎么加, 这些音它只有这几种可能。 其实莫达特自己作曲的时候, 也就是从这么几种可能里面去找的。 如果我这两个小细节只写了两个音, 其实你如果把它填上去, 对于一个熟悉古典乐派的审美创作的, 并且有很高创作经验的人, 也就是几秒钟的功夫, 就加上这些音的。 而古典乐派本身的一个审美已经有神圣性了, 这个神圣性甚至是先于莫达特存在的。 所以无论如何, 它不可能去影响这个作品的某种, 我们对于它的一种尊敬和一种高度。 我觉得这个是蛮有意思的, 因为其实我们是在做一个事后的解读, 我们是在用我们已经成型的一种作品概念, 和我们对于古典乐派有某的影响。 那天的所有解读都是事后的事后。 我有兴趣知道, 你说莫达特把那两个小节留着, 是他当时的演奏者就开始往里填, 还是后来好几代人慢慢往上填? 那么他留出来就是因为要给演奏者留有空间。 那这里是不是有两个版本的乐稿? 因为明年我们就要借过来, 一个是莫达特自己写的, 还有一个就是演奏稿, 有没有这个? 莫达特自己有写, 他在他的乐谱上有写演奏稿, 这很有意思。 比如说有的时候他真的就是留几个骨干音, 有的时候他是留几个骨干音, 下面一行他用小的无线谱写出了一个版本, 但是他之所以用小的无线谱写出来, 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建设性的一个想法, 只是为了他在某场下一场音乐会的时候演奏, 即兴做的一个框架式的参考, 这个东西也是不确定的, 所以他才用小的无线谱写出来。 那等我们听到的时候, 谁最后实现了所有这些东西? 因为一个音都不能断的? 没版本的演奏, 尤其他死了以后怎么办? 不知道, 比如说他演一个协奏曲, 他自己的作品, 他可能每一遍都谈的都不一样, 这些我刚刚说的这些细节, 他如果是用小的无线谱写出来, 他真的有可能就是, 因为莫拉脱是一个, 即兴是那个时候的一个传统, 就是大家通常忘记的。 对, 所以演奏的时候可能有相当一部分时间, 是某种即兴的段落。 所以演奏的角度看就更牛逼, 等于是, 反而要比浪漫拍的时候要更好。 我的意思是说, 现代音乐不就是追求这个吗? 包括爵士什么的, 很多追求新的东西。 是的, 所以我就说恰恰是, 贝多芬之后确立的某种概念, 把这个东西慢慢的消磨掉了。 因为比如说贝多芬, 以前我刚刚说的华彩的例子, 贝多芬说, 就按照我的这个华彩谈。 是这样。 必须如此。 必须如此的。 而莫拉脱不写, 他的这些留白, 恰恰其实证明的是, 当时演奏传统的一种强大。 某种程度上, 我再说的直白一点, 音符被创作和音符被演奏, 在那些细节里面, 其实不存在这个区别的。 演奏者是参与到创作的过程当中来的。 而在贝多芬之后, 就区别开来了。 演奏是演奏, 创作是创作。 连歌剧也是这样吗? 莫达德的歌剧很多涌坛调, 歌剧的我不太了解。 我没有办法完全去说。 我相信是的。 我倒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莫达德在他死之前的几年, 创作一些晚期的写作曲的时候, 有几个小节, 因为是重复之前的小节。 其实就是某种形式上的重复。 他就干脆不写了, 用一个省略号, 但他会把省略号变成一个笑脸。 非常幽默的一个人。 有些人会觉得是不是莫达德懒, 也许他创作速度太快了, 有些东西他觉得有一个骨架就够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说法站不住脚, 第一个是不仅是莫达德, 同时代的人很多都这么做。 第二点, 对于一个平均每天大概要写12页谱子的人来讲, 懒不是一个理由。 对, 所以, 其实他就是, 他的一个观念里面有一个演奏的观念, 有某种演奏的态度, 而不是作品的态度。 可以这么说? 那我真的以后听莫达德, 我会长个心眼, 开始去分辨, 但其实很难, 我觉得, 因为都挺小的。 这些都是一些小细节的, 当然他不是说整个作品, 你会发现, 大多数只有真的研究过和非常熟悉的一个写作曲, 才能听出来哪个地方是演奏着自己家的。 但是在华彩, 那就很明显了, 其实每个华彩版本不一样, 大家一下就能听得出来。 那这对你的演奏意味着什么? 这里要看曲子本身的一种情景, 因为我觉得, 某种程度上, 我是一个秉持, 觉得音乐的一个概念是高于作曲家的。 我这里不是说作品的概念, 因为我怕陷入到一个自己的陷阱里面。 所以, 没有一定所谓的作曲家的原意是权威的。 但是, 你在面对贝德芬的作品的时候, 你会发现有的时候, 你不按照他的原意来, 音乐出来的效果就是不太对劲。 但同样的例子, 在肖邦这里, 我举个更明显的例子, 在List, 在List这里, 完全不是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我们到再晚一点, 像Rachmineoff, 他自己写的东西, 自己都不按照自己的版本谈。 经常在字池里写清, 他那里他想。 Rachmineoff曾经有一个版本谈, 谈《肖邦》第二首名曲《葬礼》, 大家都知道了。 他某一段写的很轻的, 就是两个弱, 极弱, 他用极强谈。 都会有这样的例子。 在贝德芬这里, 不太行得通。 这个, 为什么行不通? 原因很复杂。 但是, 我觉得, 本质在于, 做取肢体的, 一种决定性的潜力。 它这个, 肢体已经摆在那里了。 你怎么样去改动它, 必须要基于这个潜力, 而不能抹杀这个潜力。 也就是做, 这个音乐的灵魂决定了, 它的余地有多大。 我觉得, 在贝德芬那里, 它的一个个人性, 渗透力太强。 所以, 这个东西, 体现在它的音乐里面。 你从这个东西出发, 你会发现, 你没有办法, 在顺应这个, 音乐的本性的情况下, 做太多改动。 但是, 比如说, 肖邦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他的一首原舞曲。 假设, 一个原舞曲, 它本身是比较忧郁的, 或者甚至比较严肃的。 但如果, 有一个钢琴家, 用稍微娱乐化一点的方式, 去演绎它, 其实能弹出另外一个味道。 但又不会让你觉得, 它在跟原作打架。 这个, 演作家的个人诠释, 和主观异端, 在和这个音乐打架。 是因为, 肖邦写出来的这个曲子, 本身抛开它的原意, 不说, 它本身的那个肢体, 赋予了另外一层的潜力。 所以它可以允许有这么一个空间。 对你这意味着什么? 就是我很介意, 你怎么会, 哪一场演奏会, 你选哪个曲子。 嗯, 这里面的考虑是什么? 我听你这样谈下来, 你选哪些来演奏, 就变成一个更复杂的问题。 至少有更多我所不知道的原因。 对, 因为音乐会, 它就是牵扯到你要, 进入不同的世界。 等于像要去转换角色一样。 对, 但是, 怎么样设计, 其实你说到是一个, 怎么样编排音乐会节目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从两方面吧, 第一方面, 你本身, 最近, 在现阶段被哪些作曲家, 或者哪些作品感召了。 你觉得你真的, 嗯, 感召了, 这话好久没听见了, 感召。 嗯, 但是另外一方面, 你必须要做一个理性的一个编排, 就是, 呃, 不是说你, 你喜欢哪些作品, 把它瞎凑到一块就行。 对, 它必须要, 不是说必须吧, 它应该呈现出一个, 呃, 一个叙事性。 对我来讲是这样。 因为我觉得作品, 呃, 单独意义上的一个曲子, 呃, 和, 一场音乐会, 呃, 很不一样的在于, 呃, 作品在音乐会的一个空间里面, 它的含义可能会发生一些改变。 嗯, 你单独的听一个作品, 呃, 你听到是一个声音, 呃, 曲的第一个音开始到结尾, 这个, 这个, 这个声音就没了。 嗯, 但是在, 音乐会的时候, 其实, 你是从, 把这些小声音放在一起, 它形成了一个更大的一个生命体, 嗯, 一个属于我觉得, 属于某种对话的一种生命体, 嗯, 就是, 不同的作品之间发生的影响, 比如说, 我举童年情景这个例子, 呃, 童年情景它可以谈成是某一种, 完全, 关乎于童年的, 嗯, 但它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完全谈成关乎于成年的, 一个成年人就会谈童年人, 所以你可以谈得很活泼, 你也可以谈得很, 很内心, 放在音乐会的这么一个例子里面, 这么一个平台里面, 就很容易看出来, 你跟哪些作品放在一起, 关乎你这个作品该怎么谈, 嗯, 我觉得这个是音乐会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功能, 就是, 呃, 你和你在自己家里听, 听CD, 嗯, 呃, 是, 是不一样的, 它, 要让作品之间发生这么一个对话, 嗯, 比方说你, 我听你的第二场, 你在下半场的第一个, 你选了一个, 当时是前卫的, 大概六七十年代, 完全非掉心, 嗯, 不列子, 不列子, 嗯, 但是, 呃, 我通常是不会听这些音乐, 但是, 放在你那一场, 呃, 上下两场, 好像四四五首里面, 好像挺对的, 嗯, 我说的挺对, 不是说, 你的选择, 而是, 呃, 当然你刚才已经说了你选择的理由, 我的意思是说, 其实最后这一场的音乐会弹下来, 其实是你, 既不是, 呃, 小邦, 或者舒迈, 也不是那个, 叫什么特, 嗯, 嗯, 最后一个是李斯特, 不列子, 嗯, 他最后变成一个整体, 是你的整体, 嗯, 就像同样选择几首曲子, 你让, 比方说, 阿基格纳西来做, 或者是, 是, 索克罗夫来做, 就会变成他们, 嗯, 你怎么想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一个好事情, 就是, 是啊, 不是说好事情, 就是他, 他必须要这样, 因为如果, 我觉得, 呃, 音乐, 我们说新典, 就古典音乐吧, 但我觉得所有的音乐, 他都必须要, 呃, 用, 用这样一种方式, 不同的人, 呃, 来说这么一句话, 对, 同样那一场曲目, 如果朗朗来弹, 他变成朗朗, 对, 我听见的是朗朗, 所谓朗朗的书, 朗朗的, 但你那儿, 我听见的就是, 就是, 呃, 因为我喜欢你里面, 我, 我最欣赏你的, 是一个, 一个, 一个断句, 我跟你说过, 还有一个, 这种, 这种深层感和, 力量感, 有力量的人, 不一定深层的, 深层的有时候, 又不一定有力量, 就是, 你这几个综合都, 都,都很厉害, 嗯, 所以, 在那几个乐曲以后, 当中加一个不列词, 就是, 非常奇怪, 我相信不列词, 可以完全由另外一个人来谈, 是, 对, 不一样的效果, 不列词, 对, 不列词这个例子蛮有意思, 是, 嗯, 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 他的, 整套的他的那, 呃, 那个音乐实验, 被看作是, 不适合音乐会的, 这是一个, 普面上的一个艺术, 是, 某种学术性上的一种, 不, 当他刚诞生的时候, 就已经被这么看吗? 还是他眼神一样? 对, 因为他觉得这个东西, 怎么让人听得懂? 第二点, 他其实, 也确实不太适合演奏, 也, 如果我, 我在音乐会上把它弹出来, 要, 呃, 其实要做一些我个人的考量, 该怎么样, 让他适合一个音乐会, ok, 对, 对, 什么考量? 嗯, 这个牵扯到一些, 比较技术性的一个, 一些观念吧, 因为,呃, 音乐厅是一个需要, 音乐是一个, 其实需要空间的一个, 一个艺术, 我们通常用, 因为说时间艺术, 但他放在现场里面, 他其实有空间艺术, 布列茨如果按照, 他所有的时间上的一些标注, 他是不适合演奏的, 大家听起来就是, 一堆乱麻, 嗯, 所以你必须要在某些地方, 给予他时间的余地, 嗯, 但在另外一些地方, 你可能再把这个, 给出了余地弥补回来, 等等, 你会做这样的, 但这个跟空间有关, 对, 这些是跟演奏的一个, 比方说跟国家大剧院, 你那天演的空间, 也有一定的关系, 你怎么用那个空间, 假如你今天要你在这间房间里, 谈布列茨, 和在你那天谈的空间, 嗯, 这时候可能会介绍到一个, 太过细节的问题, 嗯, 这太有意思, 因为我们都是干活的人, 对, 等进入做一件作品的时候, 每件事情都很具体, 对, 很微妙, 对, 演奏其实要把自己交给这个空间, 这是我想说的, 就是, 嗯, 对, 作品其实某种程度上不是现场, 我一直以来, 我觉得不是现场依附于作品, 作品依附于现场, 所以, 哎, 有些地方, 比如说布列茨, 嗯, 虽然他, 我刚说到他的一种普面, 和他不太适合演奏, 嗯, 但其实如果真的要被演奏的时候, 恰恰是那样的一种大空间, 比较适合, 有一次举一个例子, 同样的一个radio的一个, 现在也不都上线了吗, 在线上做一些radio的一个, 呃, 音乐节目, 在一个很干的一个房间里面, 然后, 其实是非常干净, 话筒就贴着, 情节录的, 然后想说, 要不要谈一个现代派, 我当时就觉得不要, 布列茨就不适合, 他恰恰需要某种空间感, 啊, 啊, 他其实写出来的时候, 完全没有一个空间意识, 呃, 所以我们其实在做, 违反他这个, 也许在某种程度上, 违反这个作品, 本性的一个相反的一个维度, 但恰恰是这个相反的维度, 我觉得很有意思, 呃, 因为他恰恰把一个原本不应该被演, 大家不认为应该是适合演奏, 现场的一个东西, 把它变成一个,呃, 某种程度上具有现场效果的, 呃, 虽然这个效果可能有人喜欢不喜欢, 但是它具有某种效果性, 呃, 而这个东西恰恰是,呃, 演奏家的意义, 就是他要做这些事情,呃, 他要赋予,呃, 呃, 不同的空间, 不同的生命脑袋, 因为通常我不会听这样的音乐, 呃, 如果我在节目当看到这个, 另外几个我也不是很喜欢, 我就不会去听, 那天我为了是去听你, 但是你其实事先就告诉我, 你会放一个不列词在里面, 就我听了以后发现, 我能不但能接受它, 它, 它是好听的, 就我当这个好听是引号的, 就是, 就是它跟你前面的曲子和江耀弹的那个里斯特放在一起, 它奏效了, 嗯, 就不列词被你奏效了, 在,在,在, 今天你才说出来, 你还有空间的考虑, 那场演奏会如果让你就在这儿, 只有10个听众, 就, 你就会不选这个曲子, 你说很单的, 嗯, 对, 在这个场景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对, 嗯, 某种时候又回到我们, 就是刚刚说到博物馆, 嗯, 我觉得如果我是策展人, 我不会把它放在这么一个场地里面, 嗯, 如果我要谈的话, 嗯, 一些处理也会变得, 至少有细微的不同, 嗯, 对, 它会不会给你更多可能性, 它那些无调性的东西, 嗯, 因为你还是有乐谱的, 嗯, 你还看着乐谱在弹, 嗯, 这对我来说是很好奇的事情, 因为你一堆符号让你, 让你做做做那些, 嗯, 对, 我其实一开始, 讲到那个曲子, 我对他对于我最大的一个, 我现在想起来是, 嗯, 嗯, 我好像在重新学钢琴一样, 嗯, 因为以前, 呃, 弹过的大多数, 呃, 作品, 呃, 现代派, 呃, 当然有一直在弹, 但是, 再先锋, 它可能还是有一点, 掉心的影射, 嗯, 哪怕听薰伯, 呃, 薰伯格这样的曲子, 它有一点掉心影射, 但那个曲子完全没有, 呃, 有掉心影射就是, 说明你可以沿用你之前所有, 在学习古典掉心音乐, 以来的习惯, 嗯, 不管是大脑的习惯, 呃, 对越, 越具意义的习惯, 嗯, 什么东西是有 meaning的, 有意义的, 什么东西是, 呃, 呃, 这些东西在伯雷兹这儿都都都不管用了, 嗯, 然后更不用说一个肌肉的习惯, 怎么样背谱, 嗯, 嗯, 我们就是, 我们通常背调心乐的谱子, 嗯, 很多时候真的不是一个音一个音背的, 是因为已经有一个形式在里面, 嗯, 嗯, 可以进入好多, 嗯, 没有任何的形式的一个习惯性之后, 你等于要, 真的像重新学一学钢琴一样, 嗯, 所以这个, 呃, 对于我来讲是一个, 呃,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事情, 呀, 浩晨, 我, 我真是很好奇想看到你, 呃, 五岁时候弹琴的那个那个录像, 呃, 一面呢, 我非常讨厌, 就是那么多家长逼着孩子练琴, 可另一面就是, 我只要听到小孩子弹琴奏乐, 嗯, 我觉得都好, 他什么都不管, 也也不知道, 嗯, 可是你好像跟我说过, 呃, 就到了十岁和二十岁是, 特别有风险的一个时候, 呃, 很多小孩慢慢灵气就没有了, 但又有你刚才说过, 就是, 十五六岁弹的不怎么样, 但后来越弹越好, 是的, 让你, 就这个你能不能在, 我觉得这个, 呃, 就是成长是一个蛮, 呃, 呃, 神秘的一个事情, 就是, 呃, 我, 而且特别是现在, 一是, 学钢琴的年龄段, 呃, 再往前提前, 大概有, 人一两岁就开始学, 一两岁, 天哪, 而且你难以知信他们弹的有多好, 手都不会动,呃, 呃, 但是, 哎, 见识都能给他够照, 而且那个乐感是,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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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绝对是天生的, 自发的, 而且是, 就是, 能看出他们是真的很热爱, 呃, 我有被无数的这个, 呃, 越到近年来, 越多的, 就是无数的有才华的, 这种小孩, 有些甚至是令人惊讶的, 不可思议, 嗯, 你在什么场合听到他们? 呃, 就是因为现在网络时代嘛, 就是网上都有视频啊, 或者也有小孩去参加秀啊, 什么的, 然后很多美国节目也, 也特别喜欢拿一些, 呃, 呃, 小孩, 很多一些亚裔小孩, 也,也,也都, 上过那些节目, 啊, 就看到觉得他谈的真的好, 但同时, 每当看到这些这些视频, 我都会, 好奇他们以后会谈成什么样子, 因为我总有一个经验的一个, 嗯, 呃, 一个感觉就是, 呃, 到, 等到他们到了十四五岁, 或者二十岁, 嗯, 他会,呃, 经历一个, 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关卡, 我觉得每一个, 呃, 年龄段,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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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一个心智上, 和这个他要演奏的作品, 有一个, 有一个互闻的一个关系, 嗯, 我们看待一个七八岁的小孩, 呃, 弹, 一首巴赫, 比如说, 和看一个十六岁的小孩, 弹一个巴赫, 和一个二十几岁的成年, 弹巴赫, 我们,我们的, 期待是不一样的, 期待是不一样的, 关键性, 你能不能, 完成每一个阶段的心智上的转换, 用一个下一个阶段的心智, 去谈同一个, 呃, 层面的, 你说得出你是怎么转换的吗? 我真的很难说得清楚, 嗯, 我觉得, 嗯, 很多人让我感觉是, 他麻掉了, 嗯, 就是, 嗯, 这都不关乎技术, 也不关乎, 努力不努力, 那有些孩子是真的因为他, 他不努力了, 这个, 这个也, 很多例子, 嗯, 兴趣转移了, 这很正常, 但是也有一些人是, 呃, 不是这些, 而是一个更深层上面, 就是那个养分没有了, 我觉得, 孩子的时候, 他不需要什么额外的养分, 童年本身我觉得就是一个养分, 嗯, 但是到了, 到了大的时候, 你需要外面的东西要进来, 嗯, 我觉得我只能从一个, 嗯, 呃, 比较, 很泛的一个面去说它, 就是, 我觉得是一个体制的问题, 呃, 我知道任何体制都会埋没很多人, 伤害很多人, 对, 同时present很多人, 呃, 它跟美术太不一样了, 呃, 也有你刚才说的问题, 就是孩子都画得很好, 我们所谓职业画家, 只要头脑没问题, 看到小孩的话都会很羡慕, 就多么天真自然, 但是在少年观和青年观里面, 呃, 呃, 很多人就出来了, 很多人就没了, 嗯, 这是一样的, 但是, 毕竟跟演奏不一样, 演奏是一个, 我想最大限度, 必须在那一小时内, 万无一失的一个行业, 你还真是需要一个, 蛮残酷的一个体制, 去, 某种什么跟运动员有点像, 对, 对, 那你自己是一个, 呃, 呃, 过来人, 嗯, 你愿意回想这段经历吗, 或者, 你在这个, 你一定有过, 呃, 很小的时候, 到少年的时候, 要一观光要去闯的时候, 这对你来说是一个怎样的经验, 是一个你, 你值得骄傲的经验, 还是一个你不太愿意去回想它, 或者你已经很, 很, 很, 很变成一个, 置身室外的人, 可以去看它, 我记得, 我想到一个例子, 就是我小的时候, 我, 上体育课, 大家, 呃, 站队, 那个时候我就, 当然在, 是个, 是个文化重点高中, 重点小学, 大概两年级的时候, 呃, 还没有进这个音乐学院辅小, 那个时候, 呃, 体育课上, 我在可能开小茶干点别的什么, 那体育老师知道我是弹钢琴的吗, 呃, 学校里小学弹钢琴就这么几个人, 他说, 你以为你, 呃, 就是, 我, 我听说你弹钢琴弹的不错, 嗯, 但你以为弹钢琴能当饭吃吗, 那就, 让我当时特别生气, 然后, 我们, 那个时候, 呃, 呃, 就是父母给我的感觉是, 钢琴是一个无上, 有个光环的一个事情,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 钢琴不仅是, 不是不能当饭吃, 它是最好的一碗饭, 这个小孩就是, 有意思啊, 但我, 我, 我说这个就是, 感觉跟, 其实现在, 一路过来, 呃, 就反差蛮大的, 因为, 当然, 一方面一直知道, 钢琴这碗饭, 或者整个古典音乐这碗饭, 就是很难吃的一碗饭, 嗯, 第二点, 我觉得饭这个字也蛮有意思, 就是要捧着吃, 就是不能砸了这个, 砸了就没东西了, 对, 从小为了弹琴要放弃很多很多东西, 所以这个饭碗一旦没捧住, 砸了, 就真没饭吃了, 对, 你没有办法想象一个, 对, 一个22岁的, 23岁的人, 说我做独奏家做不出来了, 那怎么就去当老师, 或者乐团里面去, 嗯, 但是你不可能说, 我去搞别的了, 嗯, 嗯, 因为没办法, 搞不了别的了, 嗯, 有少数人是这样转的, 但是这人, 这是太少数了, 嗯, 我, 我为什么就是提到这个, 我觉得对我来讲还算, 幸运的是我从小, 没有, 呃, 丢掉对别的东西的好奇, 嗯, 就这个好奇一直在, 嗯, 动不动就, 小的时候就拿, 要不学钢琴, 来吓唬家长, 我不想学了, 我说, 我想当科学家, 我小时候经常说, 然后, 我妈妈当时很有意思, 她跟我讲距离夫人的故事, 她说距离夫人要挖那个雷啊, 要很辛苦的, 她说你不要以为你弹琴累, 真的当科学家肯定累多, 对, 对, 然后跟我讲各种职业, 其实最后就是, 弹钢琴还是很幸福的, 就一直在跟我说这个, 但是我从小一直都没有丢掉, 就是对很多东西的, 就是我好像, 永远又想游离出去的一种感觉, 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某种程度上可能, 但我现在讲可能有点不, 不是清智有点浅薄, 但我觉得这个东西好像有点救了我, 嗯, 嗯, 什么东西救了你, 就是对于别的东西, 一种好奇, 但我知道很多人不会这么看, 但对于我来讲, 我真的没有办法受得了, 呃, 一个人, 从头到, 因为很多大师是这样, 就从早上起来, 呃, 十点钟到晚上八点, 到八十岁还是这样年轻, 呃, 真的, 呃, 然后弹的曲子可能还是, 呃, 相对于, 呃, 一个范围的, 呃, 一个曲子, 一类曲子, 我觉得我没办法想象, 我的生活是那个样子的, 对, 但是我同时也很敬佩他们, 就一定是他们有着一种, 呃, 一种我, 我没办法体会的东西, 但是同时我也没办法, 愿意让自己这么去, 去做, 对, 嗯, 就是, 在他们, 就我, 我总会感觉对于有一种手艺的一种, 呃, 崇拜到了几乎病态的一种地步, 这个可能不是我, 我, 我, 我特别, 呃, 我, 我始终感觉, 但问题是你手艺非常非常好啊, 很过硬的手艺, 嗯, 也有可能是, 我不知道了, 嗯, 我, 我, 我能想象其实, 如果在手艺这个层面, 或者在技术这个层面, 有, 呃, 诸多缺憾的, 呃, 这个孩子们, 他们可能会更多的对于这个有, 有很大的投注, 对于我来讲, 我可能,呃, 因为某些幸运的因素, 可能, 我, 我对这个, 我觉得这个比较容易, 嗯, 就相对来讲, 我就没有, 呃, 就没有太在乎它, 有可能, 不, 在我是另外一个, 我不太一样的立场, 嗯,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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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比较反对说, 把艺术和技术分开, 嗯, 在传统艺术当中, 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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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绘画, 演奏, 什么这些, 我觉得, 好的手艺就是好的艺术, 它在一块, 对, 这个我也同意, 它在一块, 非常, 精彩的艺术, 说是它手艺一般, 这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或者说它手艺好得不得了, 艺术不怎么样, 对, 我不太愿意这么来谈事情, 它不是这样的, 对, 就如果这个艺术太牛逼了, 它打动我的一定, 一定是在一块的, 嗯, 是,是无法分开的, 嗯, 那我就比较好奇, 比如说如果你, 比如说我想到,呃, 绘画, 我会想到梵高的例子, 因为你也拿过梵高的技术, 对, 对, 你会怎么去看他的这么一个, 梵高的技术好得不得了, 待会你会有这个概念, 因为在那个时候, 让他去针对德嘎, 针对比方莫奈, 针对马奈, 嗯, 一定会说他叫什么技术, 他在乱画, 他根本不懂技术, 梵高是在当时所有印象派画家, 都讨厌了一个人, 嗯, 我读到一些资料, 嗯, 而且我觉得他们讨厌的对, 从荷兰来, 嗯, 嗯, 怎么可以这样画画, 但是这一切都过去了, 然后现代艺术起来了, 这这么多年过来了, 我们终于有一个, 怎么说就是, 呃, 时间的理由, 后来那么多艺术出现了, 嗯, 嗯, 有一部分是完全受到他的影响, 嗯, 他不出现反高, 后面这段艺术是不会有的, 嗯, 这样的用颜色, 这样的是处理一个形, 嗯, 但是我每次看到反高, 嗯, 我都再一次确认, 他技术太厉害了, 嗯, 你休想学会, 嗯, 嗯, 当然, 这个你可能已经修改了, 对于技术的一个定义, 因为, 他颠覆了此前所有关于, 线条和色彩的一个画法, 他吸收了服饰会, 种种加起来, 我最后仍然愿意称它是技术, 嗯, 而这个技术直接只有反高才有, 嗯, 非常不可企及的技术, 嗯, 这个非常有意思, 不可企及的艺术, 就是技术, 嗯, 非常有意思, 自从出现现代艺术, 他用别的媒介了, 就手艺真的不重要, 但只要是进入手艺, 跟你这双手和这一堆颜料有关系, 或者一堆琴盘有关系, 嗯, 我绝对重视技术, 嗯, 你技术不好, 你走开, 你不要有梦想, 嗯, 不,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刚才提到反高, 没有, 我就在想说, 你会不会, 其实你已经解答这个问题, 就是会不会, 把他的艺术和他的手艺分开来说, 我在你这里一定说, 他最迷人的那一堆东西, 其实就是技术, 就是笔是这么把这个鼻子画出来的, 就是鼻子才变成反高的鼻子, 就这么动人, 它绝对不能分开的, 我这很有意思, 因为可能我, 大多数人, 我, 我听到的, 不会以手艺这个, 概念去, 去赞扬反高, 说他, 说到赞扬他的时候, 都会以他的某种, 跟手艺相反的某种特质, 关于艺术的大部分评论, 我认为都是胡扯, 都是, 怎么说, 就是, 都是词不达意的, 或者堆砌词找的, 就真正能说到艺术的, 好在哪里, 我, 极罕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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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就缺了一大块队, 因为史论家不画画的, 我不知道音乐评论怎么样, 就是, 永远是格学遭殃, 所以, 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太看史论的原因, 或者, 史论从来没有太说服过我, 他会在高的层次上, 所谓美学, 也有历史, 或者, 可能给我一些启示, 但是, 我永远觉得, 因为他们没有画过画, 他们不知道, 就是实现一个鼻子, 实现一张嘴, 是怎么会实现的, 他们会往很高的方面, 就很夸张的去解释, 没有那件事情, 就像你弹琴, 从敲下去开始, 一直到你手拿起来, 全部是技术, 其他都胡扯, 不可能的事情, 有一百个账号层在技术上, 是一样的, 但是, 你比他们高一点点, 就是我们称作艺术的那个, 但前提是, 你必须第一个音符, 下去到手拿起来, 都过硬的都是, 而且绝对是, 带上你所有的个性和理解, 这个效果才会出现, 我们叫做艺术, 然后把它跟技术分开, 没有这件事情, 但是就像你说的, 就是我也非常尊敬的一路人, 但是中国书法就是这样, 有些人真的是天天写书法, 写到死, 书法跟钢琴真的蛮像的, 跟演奏真的蛮像的, 它是一个亿万次重复的事情, 而且在同一个形里面, 同一个句子里面, 你亿万次去重复, 绘画还好一点, 绘画因为它会接触新的题材, 当你画比方像皮鞋, 或者一片风景的时候, 你画鼻子的技巧, 你需要改变的, 但是在书法和演奏里面, 它真的是, 它限定了那一点点东西给你, 你得不断的重复它, 然后可能有一次比较好, 然后你把那一次累积起来, 一种经验拿到台上去, 在那限定的时间里面, 对于书法来说, 是在一个限定的尺幅里面, 给你两百个字, 你必须每个字基本上都好, 没有败笔, 他们这里有一个说法, 因为书法又是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书法是有大量业余者的, 尤其中国出现文人化以后, 但他们给我一个说法蛮对的, 我觉得就是真正的书法家, 他是不可以有败笔的, 有很多书法非常好, 非常好,格很高, 然后气质很好, 但是他充满败笔, 但仍然直接接受他, 但是在最高的层次, 像王熙志啊, 或者严真卿的记者稿里面, 即便是草书, 你看下来, 你看一万遍, 你还是得弹气, 他没有败笔, 每一笔都好, 我相信钢琴也是这样, 可能要稍微残酷一点, 因为毕竟, 我觉得写车不满意的作品, 还是能毁掉, 但是一场演出, 而且现在YouTube会把以前, 以前各种各样, 你都已经演杂的全部拿出来, 某种程度上, 以前我们会把录音和演奏, 好像变成分开来, 就是演奏是一个现场, 一个东西, 要求也不一样, 录音的要求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你觉得你是一个永恒的一个定本, 但现在有了网络这回事之后, 就没有这个区别了, 每一场演出都有可能会当做录音一样的东西留下来, 所以, 都是罪证, 都是罪证, 人赃俱获, 但是我很认同你说, 就是所谓技术和艺术, 其实它没有一个分别, 对, 我想最大的分别, 是因为我们都在用话语说艺术, 艺术实在是不好说的, 大部分话语在说艺术的时候都说坏了, 就没有说到上面去, 沐昕有个比喻很好玩, 就是他弹钢琴弹在琴盖上, 就是没有弹到那个琴键上面去, 大部分艺术评论还算好的, 就只是在琴盖上弹琴, 没有把琴盖掀起来, 词语是一个很脆弱的, 对于艺术来说, 但问题我们只有词语, 很奇怪, 艺术总是期待谈论, 但其实谈不好的, 好, 浩晨, 你说的太好了, 我相信今天在看这个节目的人, 都会同意我, 反正我没再听过一个人, 弹钢琴弹, 弹钢琴艺术能够弹得这么具体, 全是干货, 谢谢大家跟我一起听, 听浩晨弹钢琴艺术。 sarà睓 Molt decades ago, 对不拍摄秀红区专人, 是欢迎讨厌术的了解, 难过不拍摄秀红区 jar味哪里有个人下空,